中超联赛还剩下最后五轮,鲁能和国安在争冠路上同时掉队的情况下,现在又重新回到上场与恒大双手争霸的局面。 当然,对于恒大来说,落后四分的他们依然还扮演着追赶者的角色,而在球队攻击力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,接下来的比赛球队后方球员的发挥将至关重要。 其实今年恒大在联赛初期成绩并不稳定的最大原因,还是在后方线出现了问题,球队除了几位捞国家外,替补球员的水平有限,而主力组后卫力学藤本赛季,几回打满了所有比赛。 卡纳瓦罗对于替补席上的责任的人似乎不太信任,所以明年恒大在后卫线上继续补强。 当然,今年冬创时,卡纳瓦罗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,所以当时他并没有同意俱乐部把商与付出,不久的邹政交易在全线,不过刘队的邹政没能达到卡帅的用人标准,明年他离队或已成定局。 所以在球队后绑高级的时候,恒大球迷就想起了外租喧花的荣耗。 对于恒大来说,本赛季球队无论能否未免,明年卡纳瓦罗都会对球队进行洗牌。 当然以恰帅的舰队思路,他更希望球队趋于年轻化。 在目前国内球员中,可以满足恒大要求的毕竟还是在少数,而且想强挖其他争冠竞争对手的主力球员基本不太现实。 所以如果明年邹政铁心离队,召回荣耗将是最好选择。 荣耗作为已在恒大效力的八朝元老,为球队两夺亚冠,七夺连赛冠军力下赫,赫战功。 但由于此前受到伤病的影响,状态下滑较大,在斯科拉里直降恒大后,荣耗已经无球可踢。 所以今年东窗,他才选择加摸上海参花,但在吴金贵指导的信任下,他又重新找回了状态。 今年卫生花首发17场打进一球助攻一次,可以说荣耗今年又拿出了国角级水准。 明年恒大后防或面临用人危机时,恰帅赵回荣耗也在庭里之中,恰帅想锻炼年轻球员,也需要他这样的老将来帮助。 再加上目前国内转会市场里后防球员水长船高,杨沙平和赵明健这些国家级球员身价都过一元。 所以荣耗回归也是众望所归的事情,他也很有可能成为明年恒大的那元第一圈。 荣耗回归是众子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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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众子。